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向民国基部高二的妹 我的国籍是毛里球斯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比赛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中国学习中文的经验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我四岁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吧 然后当时真的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然后我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是我八岁那年 然后因为要在上海上学 然后才开始真的开始学中文 刚开始我是请了家教帮我学习的 然后当时真的学中文是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 我每次就是一直会学到哭啊 然后每次摸写都是摸不出来 因为真的拼音实在是太难了 然后就是我的那个家教老师他就换了一个办法 帮助我学习 就是把我带到了公园里面 就是楼下的小公园里面和那些爷爷奶奶聊天啊 然后和公园里面的小朋友玩游戏之类的 然后慢慢的我这种愉快的学习氛围就逐渐的提升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然后和表达的欲望 所以刚开始学中文的一些同学也可以尝试多和别人聊天的这种办法来提升自己的口语 在我去了这些地方之后我才更深入的了解 就是你们的文化 我才开始背了一些李白的诗 然后还有杜甫的诗 然后开始读了一些朱姿青的文章 还有老舍之类的 会在我的头脑里鲜活起来 就是我对文章的理解也更深厚了 我的老师就开始跟我说我的进步很大 现在直接变成了一个中国同 如果只是光听语言不堪言的话 就是很难想象我是一个来自非洲的女孩 夜经于情晃于喜 学习的过程是需要艰苦奋斗的 路慢慢齐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学习的过程也是非常漫长的 但是有志者是进城 然后就让我们一起加油吧